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 一四二三 万物平等 整理者心灯 赌诵者心音 六祖告诉弟子 若要说法 只有一个概念 相对的 都是因缘的关系 皆是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比如 天与地哪一个高 这个概念 庄子最喜欢谈 从地来看天 天高 从天来看地 地高 只要是凡夫 都认为是地是卑的 天是高的 在凡人的潜意识里 职位是有贵贱好坏之别的 只是人们不太愿意讲出来 我很年轻时 曾经看过一部联系剧 有一个乞丐 被一位千金小姐 布施过一颗馒头 为了报恩 她对千金小姐说 我吃你这一颗馒头 我就要生生世世保护你 有一天 千金小姐被人绑架 被乞丐救了回来 她的园外父亲为了报恩 要给乞丐十两银子 乞丐说 园外 我不要钱 我只要学一技之长 乞丐很长进 园外也很欣赏她 觉得她很可取 园外有势力 就介绍她去学习 她果然是个值得栽培的人才 虽然乞丐出身 反应 口才 道德 却是一流的 有权有势的人都认同她 最后乞丐终于变成了大掌柜 很有成就 园外跟她讲 你跟我女儿各方面都很好 只有一个地方 你们身份不同 这叫做地位 位置不一样 人生就不一样 表面上她是在演戏 但所有的联系剧都是演给凡夫看的 凡夫看了会入戏 会变成戏迷 就是因为他们是凡夫 剧情和他们的意 与他们一拍即合 在佛法中 有一种人称为独爵 必知佛 看到自然的现象就开悟了 不仅仅佛教界 中国也有这样的圣者 你若读到庄子那篇 你会觉得庄子也是开悟之人 他的想法超越很多人 庄子说 以道观之 勿无贵贱 即 道从时间的角度是永恒的 从空间的角度是整体的 两边上下 对线角 内外皆不可以拆开 从万物的角度是平等的 天道本身如此 人道却违反天道 道不能分开 人们却要将之分开 你想要乐的 顺的 而不喜欢腻的 苦的 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是好的 你却不要 那一天 我去一个法师那边聊天 他有一个信徒也在 我已经遇到 那个信徒三次了 我每次跟法师聊天 他就在旁边插话 我讲什么 他都说不一定 比如我跟法师讲 学东西你真的要有兴趣 他就说不一定 到第三次我才问他 你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做一定吗 你讲不一定 你要讲个理由给我听 他说学东西 不一定要有兴趣 我说没有兴趣 会学得好吗 他想了差不多三十秒 抬头跟我说 法师 你讲话很傲慢 一般人会解释说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完全没有解释 我只是说 如果我讲话的口吻 伤害到你 我跟你道歉 当我这么讲时 旁边的法师 一直帮我解释 你误会了 你不了解 大观法师 你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都没有讲话 结果十分钟之后 他就做不下去了 你一定要停留 在过去的概念吗 难道我好为人师 想杜他吗 我没有这个念头 我直接跟他道歉 意思是 反正试试看 能谈就谈 不能谈 这样就好 一般人不会请法 只是无聊 去找法师聊天 你的想法要突破 超越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都过去了 你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人 你不要以为 你还是过去的那个人 你过去没办法 整体来看这个世间 道是整体的 但人心是分裂的 故谈八卦 讲三阴三阳 或者数就是九 就是要告诉你 道是平衡的 道一样的状态 人居中 你活在大自然中 你能观察这种现象 及运作的法则 懂得顺乎天理 应乎人心 不就是随缘吗 顺乎天理 日月星辰该怎么变 你就怎么变 而非跟他对抗 夏天穿短袖 冬天穿长袖加外套 同理 跟人相处 对于个性比较急的 你退一下又何妨 对于个性软弱无能的 你就应该勇敢 从天地变化的道理 来看到人的心意是如此 故不是要别人随缘你 而是你要随缘人 一经的随卦 是我随人 还是人随我 好好体悟吧 一经透过卦象 来描述人与人的错综复杂 你要看清楚 就是要透过道 而有所领悟 这个卦象 可以转变变成人 钱即父 昆即母 它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钱卦是自强不息 昆卦为厚德载物 你看到地 就应该学习大地 你要敦厚自己的德性 看到天 就要效法起自强不息的道理 文后思维 如何从差别中体会到平等 心平何劳持继 行职何用修缠 赶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赶达观师父教会 赶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